消费者满心期待 打开便当肉片塞满满 但仔细一看却好生气 因为明明买的是压难便当 压肉却不见踪影 打开餐盒左右是叉烧 中间是烧肉 但明明点的是压肉烧难 压肉却不见了 跟店家反应老板却回 你的菜有移动过 要掉监视器看一下 居然是质疑客人故意藏肉吗 我没有必要为了那一点点肉 凹你这个便当 有点像是在红客 你要买就来买 不买就算了 这是给一星的差评 不只能自己理会 民众气炸po网 便当品项给错 却被店家质疑 对便当动手脚 是有必要藏鸭肉吗 只是要一句道歉而已 傻眼是吃炸药吗 店家野火了 最后丢下 你爱怎样就怎样 你高兴就好 网友惊灾 可能生意太好不缺客人 反主态度也没有很客气吧 其他客人也抱怨 店员语气拽到不行 做错道歉就好 干嘛要狡辩啊 我的也被搞错了 虽然店家后来承认错误 但消费者却已经吃到 一肚子气 在嘉义则有民众拍下这照片 小货车上垃圾杂物 跟新鲜面团放在一起运送 就不怕有食安问题吗 原料没冷冻 天气热到爆 面团就曝晒在阳光下 连大雨天没遮蔽 也照送 原波傻眼 这简直像垃圾车 广港会不加是一定的啦 基本那不是垃圾 那五斤半 老板娘喊冤说运送过程 不到五分钟 照片时间不可靠 绝对没有把垃圾跟原料 放在一起 卫生局也将饥茶 就怕食安又出大包 记者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